包起來是整個密封死死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確定 裡面內容物是什麼 外送員幫忙跑腿 沒想到卻疑似被詐騙 對方說急著要送的是兩包布料 但最後發現完全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應該是他不要的垃圾 所謂的布料內容物是這樣 有手套跟一個手提袋 事發在新北市樹林 9月28號上午9點 林先生看訂單 上頭寫要代付2000元 是急件幫忙趕一下 取件過來給2500含車資 要送到台北市永吉路 下單的機件人地址錯誤 讓外送員跑了三個地方 多花半小時才拿到貨 接著騎了約50分鐘的車 送到20多公里外的台北五分埔 沒想到也是白跑 然後我就當下知道這是詐騙 林先生查決被騙後 馬上到派出所報案做筆錄 本來想說一單能賺500元還不錯 雖然要先代付2000有點遲疑 但還是接下 沒想到最後賠了2000也沒賺到500 等於損失2000薪水 林先生把事發經過在臉書社團分享 有同業說也被騙過 另外也有人說 新莊樹林有三組專門在詐騙拉拉司機 以及也有人遇到差點變成詐騙幫兇 對此外送平台說 已經請律師團隊協助 但強調這是個案 而其他外送員也分享 如果遇到需要代付代電的訂單 不是店面或公司行號就會避免 而付款時也要拍照錄影寫單據 才能自保避免沒賺還倒賠